哈啰 大家好 欢迎到YA Diary 新年新气象 那按照过去的惯例呢 我们今天要进行一场 对于文具控 还有手帐控来说 非常具有仪式感的活动 那就是新旧手帐 焦结啦 那除了带各位看到我的 TN工作手帐之外呢 我们还有其他的精美手帐 以及手帐好朋友们 那介绍给各位 好的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我的TN手帐 回顾一下我的2023年 TN的2023年主题是Traveler's Cafe 我把手帐里面的指南和贴指南来贴 封面的主是爵士手帐指南 搭配里面剪出来的一些小物件 背面呢做一个单纯的呈现 我还把这个2023放在右下角 假装它是个条码这样子 那在这12个月份的内容呢 文字部分是我当天上班写的新闻 那各位啊看到这个小苹果 就代表这一天有播新闻 我是用之前去日本的文具女子博 购买的小印章 搭配写几达混色印台来呈现的 那至于每个月的整体拼贴 我都会先预设主题 那这一次呢我希望在这一个月里面 最多只使用到两个品牌风格的作品 1月想说是过新年嘛 那就来一点春节气息 那刚好陪陪有这一卷新年风吐吐 又可爱又应景 去年2日他们推出了小恐龙、守护神 还有这种充满钱财味的小动物 在过年期间来一点发财数 或是报复一下 合情合理 我使用纳米虫丸的小狐狸转印贴纸 还有小行星的贴纸包来搭配 让3月份充满文艺气息 我很喜欢这一款吃茶店转印贴纸 当然去年用很多的小甜点 还有献给你的花朵也很难割舍 那我就大胆搭配一下 5月开始变热了 用90的好几款纸胶带片段打底 搭配甜蜜生活的闭眼睛妹子刚刚好 那按照每年惯例呢 这边放一个小菩萨 庆祝我妹的生日 乐意的短袖妹子 还有之前还没有搭配使用过的衬色 放胆贴满版面 色气还蛮清透温柔 也还蛮六月的 Tracy在去年呢 和艺术家联名的妹子很文青 两款我都好喜欢哦 不过这一卷 Your Moment没有框边 居住在手杖中间 非常刚好哦 8月份使用到的是 微风画式的Universe Post 转印贴纸 用起来超喜欢 我决定之后 是要入手纸胶带的 搭配漂亮的气质妹啊 完全是Perfect OK 虽然品牌是双猫嘛 不过呢 我带这集印带回来的这一卷 Pui Pui Q 上面画的是 北肥天竹鼠 还有苍鼠 那我想说 9月刚好会有中秋烤肉节啊 叔叔们 刚好可以硬紧的烤肉一下 10月份看到的 却去年 碗子推出了这一卷 《我的小时光》 它是很有书香气质的 小动物们哦 那搭配亲爱的戴希 还有碗子的纸材 就很粉嫩啦 那这一天也有小菩萨 是我妈的生日 手机的小可爱女孩 一共是有四卷纸招袋 那这边呢我选择 其中三卷的女孩搭配 本来还想搭配其他品牌的啦 结果她自己的小物件 就丰富版面啦 好啦 最后一个月 我使用的是喵娜的花花们 两面各自有两位主角 是华拉的耶诞丰妹子 还有最适合是爱月10号的大佛祖 我用缤纷可爱又祥和的气氛 当成收尾 超棒棒吧 好的看完了我的2023 接下来是拿出我的2024啦 同样的橘色外皮 搭配小贴纸和小指南 新的一年主题是旅人小镇 今年选择这个主题蛮应景的 因为前面几年全世界都还在担心疫情嘛 到最近两年才逐渐解封出国频率提高 所以过去几年比较宁静的旅人小镇 今年也出现更多旅人造访啦 用这种旅游景点的小意象 可以串联来自世界各地的旅人 让你每一天的生活 都像是一场新的旅行 在内夜部分 它依序有飞燕 2024和2025年的年历 年计划表格 每个月的月计划表格 后面依照惯例 还有世界地图 换算表 小尺以及空白页 那最后呢是个人资料表 OK那新的一年 也要让TN陪我在职场快乐奋斗啦 好的继续要看到的是 喵大的2024 花开的样子水彩植物手杖 整本手杖是B6尺寸的 可以全摊屏 这本和我们先前有介绍过的日历 都是以种花为主题 封面白色打底 优雅花卉搭配烫金 质感是毋庸置疑的好 里面呢还有附赠种植明信片 上面水彩绘制的花草 有种子 小苗和盛放的三种状态 还有详细的说明文字 来到手杖主体 首先你会看到双封面设计 可以依照你的喜好来选择 不过呢还有一个很俏皮的地方哦 在不同通路购买 会赠送不同的颜色 你看把这四种颜色摆在一起 真的是好好看啊 我直接选择障碍 干脆就四季更换一个颜色好了 好打开手杖 有一张内容说明卡 还有一张快要把眼睛 闪到看不见的烫金小贴纸 最前面是欢迎页 可以写下个人资讯 那我们依序往后翻 是2024和2025年的年龄 年计划、月计划 还有六格、四格、两格 以及空白的笔记页们 在正式的进入到月份叶之前 会有一叶的云朵指甲层 颜色很轻柔雅致 进入到月份的总览 这里有每一个月的小月历 还有水彩风格的主题扫花 旁边会告诉你这些花的种植资讯 相当贴心 接下来是月记室啦 旁边插画是当月的主题花草延伸 这个版面可以当成自己的生活观察记录 或是标注哪一天有约 比较不容易忘记 下方可以书写事件追踪表 像是运动或饮食追踪 都很适合在这边记录 再来是代办事项页 比方说想买哪一些文具 想入手哪一些好书 可以看个人的需求来书写配置 接下来是周济室 喵大的周济室 都是采用这一种八分格 以及带有时间轴的版面 这种写久了 你可以看出自己的生活规律与否 像我们这种冬天出生晚睡晚醒的孩子 不规律的做席就稍微需要调整啦 那如果是我妹的话就不用咯 最后每个月都还会有小点点笔记页 在后续的十一个月都延续相同的模式 好啦翻到手帐的最后还有一个伏笔哦 这边写2025再见 就应该是意味着明年还会出吧 明明现在才一月份哦 我就已经开始期待了 OK同样还可以全摊屏的手帐 还有这本迪梦奇的365好好记 之前我们有拍短片介绍过 这一款是和珊妮妮的联名款 前蓝色的封面是不是很可爱呢 车长小鸟先生要迎接旅人上车咯 我们仔细看车窗里面还有大羽人的图样 因为他们都是这个系列的联名作者 好我们摊屏看一下 一整台列车非常切合主题 就像是在海上出航一样 打开来可以看到这个很有质感的小电板 后面有2024年的年龄介绍 进入到主题 整本手帐都是这样子淡雅的绿色 色气设定很简单干净 依序可以看到年计划 月记室 那旁边还有注意事项栏位 经过了12个月之后呢 你会看到周记室 这里呢是一面写笔记 一面设定一个星期的七等分割 最后还有自由书写页面 以及密码页 如果你和我一样 很容易会忘记密码的话呢 这边就非常好用啦 最后呢 还要来介绍给各位手帐的好朋友 就是这两本 自己印出的2024日付贴纸 这两本呢 我在日本的文具女子博也有看到哦 每一年我都很期待收到它们 先来看风格款 对我来说 这本一定要入手的原因 就是有马鲁口小画室 这本的创作者们 带来很鲜明的创作 用色也相当饱和浓郁 我很喜欢封面的呈现 让我可以一目了然知道 不同创作者们 在他们个人的设计月份当中 会有什么样精彩的内容 两只小狐狸 好像是在参加手作的课程耶 感觉很活泼也很努力 是一年很好的开始 二月份有风格很文艺的景点和旅行元素 带各位走遍各地 可爱的小水豚在三月玩耍 搭配面包、点心还有小蛋糕 带出了惬意的午后 魔幻鬼爵的Kiyoko 是四月份的主角 这次感觉有结合神话意象 细腻笔触的呈现也非常精彩 五月是日本的少女漫画风格 魔法少女 就是要搭配可爱的服装 还有各种小化妆品啊 六月份的小人物 用色很浓烈 画风呈现出同趣又可爱的氛围 七月份是自己印很常见的主角熊熊 在绿意盎然的日子里面 戴了很适合耶诞籍的小红帽 鲜艳又俏皮 八月份是画风很精致的小娃娃 每一次看到都觉得有一种神秘感 各种物件的绘制也非常精致 九月份 两只小猫好像是在游乐园一样哦 它们还玩了排铁和便装秀 让人看了就心情很好 十月份因为有万圣节 所以这里充满鬼怪小心脏 完全不可怕哦 反而很可爱 那十一月作品 营造出一种日式复古风 一半是全彩的商品展示 那一半是精致的黑白路线 好咯 那十二月是叶丹峰的小动物 小礼物还有小点心耶 在温馨的气氛当中 呈现超级的可爱 这边必买 最后的最后是这一款文具款 购买这一本呢绝对不会后悔 内容是创作者们 把各自的风格创作 融合到不同的文具当中 喵大的浪漫花花 搭配的文具是剪刀 一如既往的优雅耶 让我好想要买这些剪刀哦 二月份九时的风格搭配墨水瓶 我喜欢这些看起来很贵气的瓶子 也喜欢精致的标签和文字 三月份的集温考古 之前有开箱过日历 现在是开日复 我以为会有鬼怪角色搭配 原来是两兄弟亲自搭配齿龟呀 四月份的小夹子 是写手账的好朋友 那板夹是以前工作常用的物品 这种线条感看起来很成熟稳重 杨君是和立可白搭配 可以看到小猫和主人的相处 还有在笔触之间的立可白痕迹 很强调的设计哦 六月份主角和小动物们 这次是和铅笔做结合 整体色彩很缤纷 风格还带一点纯真感 熔岩谷是把小动物全部做成橡皮擦啦 还依照色彩件层来设计 这么可爱谁舍得擦呀 诶 这边还有阿嬷的章鱼哦 那说到文具 对我来说一定要出现的就是纸交代啦 等到8月 终于在小猪的陪伴下出现咯 九月份是由小动物和彩色蜡笔合作 粉嫩又可爱 日复的日期都藏在笔身 是很有巧思的安排唷 十月份的懒惰手机 搭配的文具是便条纸 还有小本本等纸品 这些纸张片段呐 呈现出了我们拼贴的过程 OK 乐意的花花出现咯 主题是小框框和钢笔 刚好二月是墨水主角 两个品牌可以做一个美好搭配 最后一个月 我觉得主题应该是装文具的容器 整体颜色是淡雅的红和绿 很优雅也很符合耶诞气氛哦 好啦 这边就是文准备好 要陪伴我共度2024的手帐伙伴啦 不晓得您的首选是哪一本呢 又或是说 您有没有其他推荐的手帐品牌 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记得也要锁定我们的IG 会不定时的有拼贴分享 或是抽奖活动哦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啦 拜拜